這段影片的拍攝方法有點特別 因為有時魔術師會跟觀眾有些互動 但因為現場沒有任何觀眾 所以我就一人分演兩角 又做魔術師又做觀眾 希望這個拍法大家喜歡 大家好 我是Vexer 今天我在鏡頭後面 鏡頭前面現在你看到的是空氣先生 是今天的觀眾 空氣先生跟大家打個招呼 Hello 對了 你在鏡頭前面如果看到這隻小狗 這個就是空氣先生 空氣先生 現在你幫我洗練這盤牌 是 不消氣 接著派10隻 下空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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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 10隻 然後把牌子寄在表面上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讓鏡頭看看 然後我會轉向後面 當我轉向後面的時候 然後你心裡想一個人名 一個英文名 然後逐個逐個把石牌 跟著英文字母 去派到石牌的下面 明白嗎? 喔 好,那你轉向後面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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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現在嘗試感應一下你的牌子在哪裏 因為會在這份牌子的任何一個位置 好 好 還有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才記住的人名 會不會是 我認識的呢? 應該都認識的 啊 剛才我不是叫你逐個英文字母這樣數下去 下面的 你是不是這樣做的? 是啊 嗯 但我好像感應 暫時未感應到 嗯 你可不可以 好像剛才這樣再做一次 直接在這裏數下去就可以了 用回剛才的英文名 噢 好了 等一下 我先轉向後面 噢 好 可以了 嗯 好像剛才這樣數 沒錯 好 可以了 好 接下來呢 不用給我了 你一路想著 剛才那個人名 然後逐張逐張這樣 派到桌面 噢 這樣 聽 剛才呢 你不是 記了這張牌的 然後用了人名去 洗練了這張牌的嗎 現在呢 連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原本選的那張牌 在哪個位置 你剛才記住那張牌 是什麼牌來的? 現在說了 沒錯 街磚狗 如果你 跟著那張牌 會是一隻街磚狗 你會覺得很神奇呢? 嗯 也是的 那你反過來看看 你看看 咦? 為什麼是 這隻蟹呢? 真的是街磚狗 那沒有 我看見了 你會覺得很神奇 是嗎? 我看見了 你會覺得很神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